今天開箱什麼 我家的後陽台 各位 這就是我家的後陽台 為什麼今天來介紹後陽台呢 因為大哥江郎才進 已經想不出什麼可以開箱了 當然這是開玩笑話 我家後陽台一般很多人 尤其來我家做客的朋友 他們不太知道 我家後陽台是什麼樣子 我家後陽台有幾個很厲害的地方 第一個 它有一台全台灣第一台的 LG喜塔在我家 然後這邊有一個除石機 這台除石機是可以達到橫濕 這台機器跟這台洗塔 比較起來你知道買的貴嗎 這台貴 這台當初買好像是四十五萬的樣子 這非常棒 你可以看到這個管子有沒有 通到那邊 那邊就是我的書房 我朋友知道我相機 很珍貴的鐵片相機 好幾百台 後來在裝潢的時候 我就直接設計這個東西 現在沒有開 你可以發現它很安靜 為什麼呢 兩年前三年前 我開始把LG的除石機 移到我的書房 然後去做除石 保持這個濕度 我覺得也還OK啊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每隔二十四小時 它就會停機一小時 LG的除石機 那它本身它有三十項的安全設計 所以我用了好幾年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一直開一直開 所以它那個安全性有相當的高 那這台機器現在變成什麼情況 我才會開 就是像今年我們去捷克 去年去瑞士 一去歐洲都要十幾天 那除石機水絕對會滿 所以我就會開這台機器 平常現在不開的原因是 因為它運作起來會有點吵啦 而且石器一直從這邊拍 我太太有時候在荒陽台洗衣服 就會比較不舒服 所以我現在就比較不用這一台 去用調具 相輔相撐 講到這一台 非常厲害的洗衣塔 老朋友就會想到說 我以前其實是用推襪 有沒有 洗脫烘 三合一的那個機器 它的機器呢 它有優點就是 衣服都放進去 按一下你就會去睡覺了 那它洗完就自動烘 烘完之後就乾 對不對 所以你早上起來 就把衣服拿去 收一收就好 可是呢 它的優點是這樣子 但是它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像你看看我們家 我們家都是白色的衣服 深色的衣服 會分兩分開洗嘛 萬一衣服被染色 你就完蛋了 可是如果說 像那種那個 三合一的機器的話呢 你今天洗了 你就打很久很久 才會再怎麼樣 洗另外一個顏色 那這種上下分開的呢 它有一個好處喔 就是你先洗深色 深色洗完拿出來 丟上面再烘乾 然後白色又丟下去 所以它就雙弓 同時又可以洗衣服 又可以烘乾 就可以節省我們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那一般這種洗衣機呢 是堆疊式的 就是我們一台洗衣機 再搭配一台乾衣機 把它放在一起疊在一起 那種東西當然 它的價格就便宜相當的多啦 但是如果你的經濟能力 也還不壞 然後呢 你像說洗衣服 它是一種樂趣 它是一種享受 那我阿哥會建議你 洗衣服 你一定要買下去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體成型的 所以它的機器呢 會非常的穩定 非常的堅固 那它還有一個最好的好處喔 沒有我太太喔 它的身高是有148公分 所以如果說你買那種那個堆疊的話呢 它的那個操作在上面 它就會按不到 或者是看不清楚 像GIS是我 雖然按得到 但現在大哥也老花了 所以比較麻煩 那你看看 它這個那個洗衣卡 它就全部都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上面是乾衣機 下面是洗衣機 所以你要幹嘛 你直接在這邊按 直接在這邊按 就可以了 所以GIS是你們家的爹爹妹妹 你都可以怎樣來學習操作洗衣服的這個流程 說到這一台 再讓我講幾秒鐘 我喜歡它這幾個功能 第一個 高溫去屋 如果你的衣服呢 像例如說牛仔褲啊 或者今天你去餐廳啊 吃飯 然後油煙比較多 就要用這個模式 那它用那個高溫的那個水呢 把我們衣服呢 病毒啊那些啊 或者是小寶寶的 那個衣服 它就幫你殺菌 變得很乾淨 然後呢 一些油脂啊 油垢啊 它也會從這個 衣服的纖維 被溶出來 所以洗得是非常徹底的乾淨 第二個 我家最常用就是 快洗這個功能 也就是說我有時候啊 例如說這件衣服我很喜歡 我想明天我還要繼續穿 那我這件衣服 褲子脫一脫就把它丟進去 我就一洗澡 洗完澡出來 這件衣服找就好了 所以你看你速度快不快 然後還有一個功能 是我非常愛的 就是羽絨衣保養 如果你家裡面有羽絨衣 羽絨背心 或者是羽絨棉背 像我家這都有 你就呢 時不時的把它丟進去 用羽絨衣保養的形成 做出來的這個衣服喔 這羽絨衣啊 羽絨背 就好像是剛剛買的一樣 非常的蓬鬆 非常的柔軟 而且不傷你的衣服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我家 冬天的時候常在用的 另外一個呢 我想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個功能 就是 蒸氣 蒸氣的時候 就是它洗完衣服的時候 會用蒸氣去打 打這個蒸氣進去呢 對我們的衣服有什麼樣的好處 就是我們的衣服呢 纖維會擴張 然後整個衣服會變得 很蓬鬆柔軟 你就不用再去像柔軟筋 所以你看更環保 而且更省錢 對我們的地球 對我們的環境也是好的 所以這一台 如果你預算過 就買洗衣塔 如果說想要經濟實惠的 直接到我們486門市 那我們裡面的小姐呢 先生呢 都會很專業的跟你介紹 各種尺寸大小的洗衣機 滾筒的 然後那個 或者是乾衣機 什麼樣去堆疊 什麼樣去組合 都非常的專業 這一台呢 是LG 進軍台灣 所賣出的第一台洗衣塔 這是我自己買的 那它是白色的 可是你現在會發現 486堂購 那別的地方看不到喔 但是如果在486堂購 你會發現 其實怎麼還會一台銀黑色的 銀黑色是這樣子 就是它出了之後 我就跟LG 希望啦 他們能夠推出 針對台灣 這種拍照型氣候 潮濕 酸雲 所以我希望能夠有一台 就是耐酸絲 然後防鏽的機器 所以LG就專門 做了那個銀色版的給我們 然後如果說你想說 一樣都是買 然後你買一個 比方耐酸鏽啊 這種耐腐蝕的 那不就是可以用的更長 更久對不對 那這一台只有486團購 所以如果你要買的話 就建議你到486團購 當然還有其他的洗衣機 乾衣機 有很多都是我們獨家的規格 那直接就到486團購 來看一看好不好 如果你家的那個後陽台 跟我家一樣 比較大 那大哥建議你在規劃的時候 一定要做一個什麼 水龍頭 非常的方便 洗抹布 洗運動鞋 就可以在這個地方洗 或者說有時候衣服 沾到什麼醬油啊 什麼油漬啊 就可以在這邊 先清洗一下 然後再丟進去洗 所以這個東西非常的棒 那我選擇的是這個 這邊有兩個湯廳 所以很多洗衣服 漂白水 我都可以放這邊 然後其他種類的那個 洗衣精啊 什麼東西 阿薩布魯就放這裡 下面還有一個湯廳 都放滿滿 所以這個就很方便 這個東西我覺得一定要買 一定要安裝 千萬這個錢不要生 然後講到這裡 你會想說 大哥 您家是怎樣 那是洗衣店嗎 這個是以前舊的時候就買的啦 台灣第一台的這個乾衣機 那再來是9公斤 但是現在已經多到 變那個升級到10公斤了 那乾衣機它是這樣子 唉唷 昨天你看看 那個我們洗浴室的那個 毛巾 浴巾 洗完之後就直接丟到 這上面去烘乾 所以我們家 已經沒有再曬衣服 沒有曬衣服這三個字 為什麼呢 剛裝潢的時候 你看上面 有沒有 這一個比較短 因為空間不夠嘛 就比較短 這個空間比較大 我們就光比較長 後來發現喔 裝了上去之後 用家裡兩個小孩嘛 總共家裡四個人 衣服不夠曬 後來這個上面 又追加了一個小竿子 一些比較小的什麼東西啊 什麼都塞在那 後來又發現 不夠 後來又有 再用用這個罐子 上面又放這個東西 夾在這裡喔 襪子啊 內衣啊 內褲就在那邊曬 所以以前喔 在這個後陽台 光是在這個東西喔 做家事的時間非常的長 所以後來 LG出乾衣機 我馬上就買 非常的棒 但是乾衣機 大概用了這麼多年 我給我一個真誠的建議 除非說 你們家就是兩口子 先生家太太人很少 那你買這種 9公斤啊 10公斤的 OK 那如果說你 家裡面有小孩的話 你真的買10幾公斤的 真的會比較好 不然喔 那衣服的時候 你以後塞一點 那衣服不能塞滿滿的喔 喔 還可以擠還可以擠 不行喔 這樣滾動喔 才能夠烘乾 所以那個乾衣機 就是要買大一點 LG的喔 它這種那個 乾衣的這種技術 是非常棒 它就等於是 一台那個 廚師機把裡面的吸氣 抽出來一樣 不像說那種用熱風啊 或用瓦斯 用火去硬烤 那衣服很容易脆化 用不長久 OK 下面這邊 還有一台很可愛的喔 這也是LG 很多很多年前 這一台全台灣 大概剩不到100台吧 還有 那還有在用的 應該不多 但是因為它容量很小 然後它就3.5公斤 所以我們家就用它來幹嘛 洗膜布 所以這是洗膜布專用 太奢侈了 馴婦 用了10年了吧 就是不壞就不壞 那後來就 所以你看我們家這個膜布 就在這邊洗 洗完直接在這邊亮 那這個就是我家的 後陽台的開箱 如果你有需要洗衣機 乾衣機這些家電 或者是剛剛提到的除濕機 要到哪裡 486團購 台北 新竹 台中 高雄 都有難事 都有難事